台北地方法院的记者会把今天这个蔡守逊法官对于13个人的判刑结果做了整理 我们知道呢 陈水扁跟吴淑珍总共都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陈水扁的部分罚金2亿 吴淑珍的部分罚金3亿 另外陈志忠跟黄瑞靖的部分呢 陈志忠的刑期是两年6个月 罚金是1.5亿 黄瑞靖的部分呢 刑期是一年8个月 罚金1.5亿 但是可以缓刑5年 但是必须向国库支付2亿元 这是最新的讯息